要说大学教会给我的事情 自学能力必须是放在第一位的 以至于我在我的学生时期 就自学了很多技能 比如缝纫 吉他 编程 做饭 画画 视频剪辑等等这些 想要更快地成长 累积经验值 懂得为自己考虑的打工人 已经开始主动去学习新技能了 哈喽大家 今天讲一个赶火 想要转行的人要如何自学一个新技能 首先我们为什么要自学呢 为了我们自己的长远发展考虑 在学习这件事情上 我们可以把思维从学校模式切换到社会模式 在学校模式下 我们会期待老师不停给我们投喂知识 遇到不懂的时候 我们只要可以去找老师获得专业的指导 在社会模式下 我们会被期待拥有各种需要用到的技能 遇到不懂的时候呢 你自己要知道去哪里寻求帮助 因为我们这种社会模式的学习思维 是打工人必不可少的保命技能 因为我们在实际的工作和生活中 必不可少的要碰到各种各样的 有的没的需要我们自己去琢磨和研究的新东西 就算你是职场经历 也不可能每一次都有人帮助 总觉得在这家公司学不到东西 换到下一份工作之后 还是只有公司压榨你的份 想要更快的成长 累积经验值 懂得为自己考虑打工人 已经开始主动去学习技能了 当然了自学也并不是万能的 很多在网上找不着资料的东西 还是要去报班学习的 比如说像学车这种 自学的重要性是我在大学的时候就意识到了 我自己在那个时候 特别不适应大学的授课模式 经常是无效听课 再说这样的东西 我好像上课的时候都听懂了 但是我每一次回家写作业的时候 还是感觉一题都不会 考试就更加了 我又不敢去问老师 因为连提问我都不知道该问什么 当时我除了数学还可以之外 其他课目呢 基本就是一个彻头彻尾的学渣 自暴自弃了一段时间之后 我有一天忽然幻然醒悟 既然教授教了我听不懂 我就自己去Google答案好 这一通操作之后我误了 原来抄答案的感觉这么快了 当然了在愧疚性的怂恿之下 我还是想要把这些知识点弄懂的 与其同样我也发现了 谷歌和度娘都比我的教授给力多了 上完课回来 把作业上提到的知识点 在YouTube上一顿搜 基本上呢就能搞懂个八九不离十了 当时我订阅的一些频道 比如Crash Course TED EDU这些 基本上都陪伴了我整个大学生涯 曾经呢我也度怀疑过 为什么我交了这么多学费 到头来还不如在YouTube上 认真地看几个视频 当然我这个说话可能会有一些极端 小朋友们千万不要学习 还是有很多高等教育资源在网上是没有办法找到的 而且可能也有很多小伙伴会比较习惯这种线下的教学方式 但要说大学教会给我的事情 自学能力必须是放在第一位的 以至于我在我的学生时期就自学了很多技能 那么废话不多说 接下来呢就结合一些具体的例子来分享一下我的自学方法 先说答案哈 大致分为以下几点 第一明确目标 第二分析案例 第三找资料 四建立求助渠道 五笔记和最后一个动手做 那么我们来对个说一下 第一个明确目标 老样子啊 光知道你要学什么是远远不够的 要有一个很明确的目标 知道自己具体要学到什么样的程度才能更好地去完成它 也就是要按照Smart目标原则 制定一个具体可衡量的合理跟资讯人发展相关 以及有时间限制的学习目标 比如我要转行做平面设计的话 就可以把我的目标设定为 比如说三个月内我要学会用PS制作电商海报 这样呢我就能把这些练习作品集合起来变成一份可以拿去求职用的作品集 第二个成功案例分析 有了很具体的目标呢 还可以再进一步 找到一个你想要成为的样子 通过研究别人是怎么做的 找到做这个事情的方法 并且呢你也能够有一个很明确的具体的成品来进行参考 就有点像抄答案一样 只不过呢不是把别人的成果照搬过来 而是尝试去复制粘贴别人的方法 接着刚才的例子 学习用PS制作电商海报 然后把画集合成一份作品集 那我们可以先去战库上找一个你喜欢的别人的比较成熟的作品集 就是这一个你想要成为的风格 用我之前视频讲到过的用户体验五要素来去分析别人的作品 首先从战略层面来看 别人的这些海报传达了什么样的价值 风格触及的是什么样的消费者 还有是通过什么形式呈现的 范围层方面 他的作品集里放了多少张画 每一张海报都包含了哪一些内容 结构层方面 每张海报里的内容是怎么摆放的 最显眼的位置放什么 顶部和底部放什么 什么样的内容会占据比较大的面积 方架层方面 每一个内容板块里做的又是怎么样去排版 哪些地方放字 哪些地方放插图 最后表现层方面 就是他整体的配色 字体 字号 画风 还有图片的运用 不知道这个用户体验五要素理论的 可以去看我之前的这期视频 最重要的一步呢 就是在线上找资料 不同的技能可能会有对应不同的专业平台 但大部分行业所需的技能主要都是依赖软件的学习 比如设计类的就是要学Adobe全家头 这种情况在找资料的时候就非常简单 直接去搜索对应软件的教程就可以了 那么跟软件学习不太相干的技能 比如说像产品啊 市场营销啊 这些 虽然也需要软件加持 更多的呢 可能是靠经验和方法 具体工作要用哪些软件 其实无所谓 在找资料的时候 可以先把这些技能先做一个拆分 比如产品的话呢 就会包含像需求管理啊 设计啊 数据分析啊 这些子技能 那么再根据这些子技能去搜关键词 我自己现在觉得最靠谱的免费资源来源 还是视频网站 比如像B站啊 YouTube这些 只要不是特别冷门的技能 基本上都能找到资料 利用搜索引擎呢 也是可以搜到一些网友免费分享的网盘资料的 不过随着某搜索引擎的进化 这样的机会呢 也越来越少了 如果在免费的视频网站上 没有找到合适的资源 或者是不够用的话 我的第二选择呢 会是去到一些专业的在线教育网站 比如给大家列出来下面这些 国内的学堂在线 网易评课堂 网易公开课 中国木课 国外的Udemy EDX Coursera Udacity和领音学习 其实我本来就有打算是做一期这种对比 各类免费的在线教育平台的视频 如果大家感兴趣的话呢 可以弹幕扣位仪 如果想看的人多的话 我会尽快做出来 最后如果还是找不到资料 第三选择就是付费报班学习 我尝试过以下这两个渠道 我觉得都是比较靠谱的 第一种呢 就是在一些比较专业的 成熟的教育网站 类似我刚才上面提到的这些平台 上面去买课 另外一种呢 就是去买你喜欢的 已经在关注的up主 自己出的一些直播课程 因为首先你对这个up主 本身就已经有了解了 因为你已经在关注它了嘛 其次如果是有问题 你也知道去哪里 能够私信联系到这些up主 这些一般博主呢 都是非常在乎自己的声誉的 就比较不那么容易会踩到泪 或者也可以关注我一下 每个月都会分享一些 免费又超实用的自学干货 比如这些 说到问问题 当有了教程之后呢 还要知道你的求助渠道在哪里 这个呢 应该也算是倒数第二重要的 在学校我们是可以随时找到老师嘛 但是如果在自学的时候 没有一个可以求助的渠道 还是会非常难受的 这个时候的首选 就是身边的朋友 请朋友来给你上课 教你可能会比较的为难 因为毕竟出来工作之后 大家都很忙嘛 别人也不一定有时间 不一定有兴趣 但是如果你在自己学的过程当中 去请教别人一个问题 别人还是会很乐意去 发几条信息来回复你的 久而久 直到他们看到你一直坚持在学 才会主动的 非常乐意的来教你 那如果是在网上看到的课程 最直接的办法就是私信 或者评论去问up主 或者讲师 付费的课程呢 一般也会拉一些学习群 这也是一个很好的求助渠道 QQ上也有很多免费的交流群 可以多加几个 看看有哪些诗比较活跃的 是正经的在交流学习的 平时有诗没诗的时候 可以多看看别人问的一些问题 如果能解答的 就尽量去解答一下 多攒攒人品 混混眼熟 不然轮到你问的时候 可能没有人会理你哦 求助是一个互惠互利的过程 千万不要做伸手的 最后除了QQ群之外 还可以去找专业的论坛 甚至有的平台论坛呢 还是挺活跃的 比如我学小程序开发的时候 就经常逛微信的开发者论坛 在上面发帖求助 会有官方的客服来解答 在早期小程序刚刚发布的时候 在论坛上非常活跃的人 还能被邀请去参加 微信的开发者大会 获得一些平台的奖励 补助啊勋章啊什么的 第五点就是笔记 我自己在学一样东西的时候 是一定会记一些笔记的 帮助我巩固记忆 等我可能想去回顾一下 当年那个问题是如何解决的时候 我就怎么也想不起来了 正所谓好记性不如烂笔头 不过在这里我想说的是要记 但是不是要什么都记 或者为了记而记 不然反而会更加浪费时间 而且记得一堆也不会看 如果是学软件操作相关的东西 我觉得可以只去记一些需要反复查阅的东西 比如说快捷键这些 编程的话呢 可以记一些常用的命令行指令 记bug和处理方法 一些常用功能的实现方法 等等这些在未来你很有可能忘记啊 使用频率很高 但是你又经常反复的去百度的东西 如果是一些偏方法论的技能又可以记框架 比如说第一步第二步第三步 或者用思维道图来画一些关键点等等 最后一点呢就是要动手做 在我这个频道里是非常重视动手实践的 也就是说在学的过程中 只看书看视频记笔记都只是纸上谈兵 只有同步上手时操过才能算是整整的学了 那么问题来了要做什么呢 我认为最好的是能做一个跟你自己的实际生活相关的东西 比如学画画的就可以一面学一面给自己画个头像 学会计的就可以同步给自己做一个私人账本理理财 学编程的就可以给自己写一个个人简历网站 这样不仅能够激发学习兴趣 自己学完之后呢还能立马看到成果 说这么多还是怕我讲的有一点假大空了 最后再快速的举一个例子来总结一下吧 比如张三想要成为一名up主 想要学怎么剪视频 首先呢张三定下了一个目标 下个月他要把自己手机里拍的一些距离型去完的小片段 剪成一只vlog发到b站上 第二步在生活区找到了一位他非常喜欢的up主 在一键三连价关注之后 用用户体验五要素去分析了他的这个旅行视频 他首先分析了从战略层方面呢 这位up主的视频传达了什么样的价值 他的剪辑风格是什么样的 吸引的是什么样的粉丝 给自己立了一个什么样的人设 从范围层方面 这位up主选了哪一些素材来讲这个故事 从结构层方面 这位up主的素材摆放顺序是什么样的 方价层方面这位up主给每一段副材上叠 加了哪些b-roll 加了哪些特效 用了哪些画字 最后在表现层方面 这个视频运用了哪些色彩啊 图标啊 封面啊等等 这些都是怎么做的 紧接着张三开始在b站上去找资料 学习 张三了解到现在最主流的剪辑软件呢 就是final cut pro 除了要学习剪辑软件之外 可能还要学一些视频创意啊 封面制作啊 还要知道怎么找视频素材啊等等 他发现在b站上通过搜索这些关键词也能找到对应的有用的教程 张三在看视频教程学习的过程中呢 也随手记录下了一些软件操作的快捷件 设计视频的一些框架等等 然后一边选一边剪着自己的vlog 张三也渐渐发现自己的接受能力其实也还可以 而且呢 他对自己要怎么样摆放这些素材 大概要剪成一个什么样子 也有了一个自己的想法 于是他决定当自己遇到不懂的东西的时候 再退回到第三步去找资料学习 一边做再一边学 OK那这就是今天我想要讲的全部内容了 你学废了吗 喜欢的别忘了一键三连再点个关注 再次有人再见吧 拜拜